在我们福建平南这边 大家非常喜欢用一种椰草 拿来炒田螺吃 炒出来的那个田螺 口感非常美味 因此大家还称它为田螺菜 它还是一种很好的药材 走吧 现在我们就一起去认识一下 大家快看 眼前这个看着不起眼的小草 它就是我说的田螺菜了 它的学名叫白包蒿 它是一种菊科蒿鼠的 多年生草本植物 它并不是只有这么矮小 身高高的还可以长到一米多高 它的精子力 精上的有种能 我们来看看它的叶子 它的叶子长得挺有特色的 仔细看有没有觉得 它有点像那个鸭脚掌的形状呢 它的幼苗或者它的嫩精叶 是可以食用的 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纤维素 胡萝卜素 维生素细等等 营养非常丰富 它还是广东潮州 菜系中重要的原料之一 它经常被做美食的店家 作为重要调料 在平南本地 大家经常会用它来炒田螺 还有在福建福顶一带 当地有一个特色美食 叫泥丘面 经常就会用它呢 也拿来做调料 所以当地人呢 称它为泥丘菜 它可以去除泥丘的腥味 提升食材的鲜味 在中医上呢 它还是一种很好的中药材 它的全草都可以入药 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8到11月是它的花果期 大家看 这个就是它开花时候的样子了 看着很吸引人眼球 远远地看着 还有点像开花时候的旗号 它的花呢 一般是白色 也有的是浅黄色的 据观察 它非常喜欢长在一些 有水潮湿的地方 比方说河边 田边 路盘 以及村边上的冷 在我国 它分布非常广泛 像陕西 甘肃 江苏 安徽 浙江 江西 福建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四川 贵州 以及云南等地 它的别名有好多 也叫四季菜 土秋菜 甜菜籽 珍珠菊 珍珠菜 鸭角爱 等等 白包蒿 你们那都是怎么称呼它的呢 如果你还知道它的其他用途价值 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探讨 好了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想了解更多植物知识的朋友们 大家可以关注我 下期将给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我是兰兰 我们下期再会